大韓航空K197班機 次要從南韓仁川飛往蒙古 那起飛一個半小時 在三萬四千多英尺的高度遇上亂流 那當時這個乘客飛機的三點都散落一地 整個走道全都是飯菜 急速下降當下呢 大約15秒 10名乘客空服員出現了一些症痛的症狀 還好其他人沒受傷 大家平安抵達